造成這個土利事件的那個人 就是柯文哲 所以一個 今天繽紛四十三路 怕死人 有什麼 你知道四十三路要動完多少人 最早兩百的 超過啦 因為基本上一個地方 三五個人要 因為柯文沒想到 還有帶隊的 開車的 一台最早兩三百的 繽紛四十三路 後一伯 一伯要繽紛幾路 一路就好 一路嗎 那個杭州南路 還有新一路 還有新竹市 就是很多地方 好 那這一個應該看起來 進入到這個收網的階段 但是 今天的審慶金 還是非常的狂妄 我們明天要報告 我告訴各位說 這要抓這樣 如果都不動 大家都不動 因為政府官員不會跑 都委會委員不會跑 可是這個審慶金 跟硬小威 兩個都在出國 沒辦法去 所以大家等他回來 叫來 他回來出去 叫來 說你不能出去 所以才會說 現在如果不去 趕快去銷 趕快去找這些東西 可能會不去 就是說這些可能相關的東西 會不見 不過今天審慶金 發了這個新聞稿以後 讓這個案子繼續有衍生的東西 他說 像柯P那個人要送他眼包 他那個人怎麼可能都要了解 他後面又說到好農賓 他後面又說到好農賓 他特別嚇說柯P 不可能 不可能叫他說 好農賓才有可能叫他說 他這不說 第二 他說我們這人是公務員表述不清 公務員一句說就不行 都說不清楚 台灣這個案子卡關 農賓要怎麼樣 就是公務員 怪這裡公務員 第三 以前說 好農賓的時代 好農賓的時代 有人 他們裡面的官員 前來所會 我這檢查我 今天絕對問這個誰 因為你沒法 你沒法 我不知道好農賓 是否有官員來所會 對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好 你還要說 當然檢查我的人問 你說好農賓是否的哪一位 錢來所會 你既然跟發聲明 好來 他說到了柯45也是一樣 有位官員透過一位律師來所會 這兩個人 對 一個是官員 一個律師 所以 他也要說出這個官員是誰 當時來的律師是誰 這就是兩個人 剛才郝隆斌的一個 柯文就是一個點名 兩個 告白說 金華城農金率成為政治人物 報復的手段 到底誰要報復的 可是這個聲明 怎麼看完 我覺得 我沒有看過人家報復 是這樣報復的 給你840% 要不要 你報復我 趕快來 撐死你 今天的這個大消息 絕對是 搜索到了金華城的負責人 那我們先看 從微金總部 然後這個 鼎月開發 我們昨天在聊說 鼎月開發有個豬雅虎 然後跟那個李天鐸 也就是那個 那個是什麼 先發新業的 他們的股東 朱雅虎 以前是台北市的兵役處長 郝隆斌時代的 原來如此 好 那所以呢 這兩個地方都被搜索 包括應小微的這個議會的服務處 而且 記者感受就是 超久的 那就很多東西要收了 好 那目前狀況 因為是他自案 各問者是貪污被告 陳金金被告 應小微也是被告 那應小微呢 他其實在 在今天 這個記者 就是賭過去 發現已經被約談搜索這個過程 他講還蠻多話的 他就說什麼 深圳不罷贏之邪 議員就是為了要幫助人民 接受合情合理的陳情 合情合法的陳情的話 不需要牽線 不合法的 那牽線也沒用 這是他的說法 那我請教 在今天的這個動作 其實講談話 金華城案 大概兩個月前了吧 甚至更久 包括議會這邊 我質詢是三年前 很久 我第一次接觸金華城案 是三十年前 我們會覺得說 今天的這個動作 很大沒有錯 可是說坦白 我覺得時間點 還是有一點稍微 可以更快 來 川哥怎麼樣來看 前一陣子是約詢了官員 包括到副市長陳吉 在前一陣子 是約詢了都委會的委員 官員 委員 那現在約談約詢到生意人 就是說被認定 有可能是被土利的人 就是說有頂多好康的人 下一步當然就是那個 可能造成這個土利事件的那個人 就是靠文責 今天兵分四十三路 怕死人 有什麼 你知道四十三路要動完多少人 最早兩百的 超過啦 因為基本上一個地方 三五個人要 又還有沒有想的 還有帶對的開車的 一陣子 最早兩三百的 兵分四十三路 後一陣子 要兵分幾路 一路就好 一路嗎 那個杭州南路 還有新一路 還有新竹市 就是很多地方 好 那這一個應該看起來 進入到這個收網的階段 但是 今天的審慶金 還是非常的狂妄 我們來媒體報告 我告訴各位說 這要你這樣 如果都不動 台東不動 因為政府官員不會跑 都委會委員不會跑 可是這個審慶金 跟應小偉兩個 都在出國 沒辦法去 所以等他回來 叫來 有的回去 叫來 說你不能出去 所以才會說 現在如果不去 趕快去找 趕快去找這些東西 可能會不去 就是說這些 可能相關的東西 會不見 不過今天審慶金 發了這個新聞稿以後 讓這個案子 繼續有衍生的東西 他說 像科比那個人 要送煙包 他那個人 怎麼可能都聊天 他後面有說就是浩隆斌 他後面有說就是浩隆斌 他特別怕說科比 不可能 不可能叫他說 浩隆斌才有可能叫他說 他這個不說 第二 他說 我們這個人是公務員 表述不清 公務員一句說就不行 都說不清楚 還我們這個人卡關 農機要怎麼樣 就是公務員 怪這些公務員 第三 他說浩隆斌的時代 浩隆斌的時代 有人 他們裡面官員 前來所會 我這檢查我 今天絕對問這個什麼 因為你沒法 你沒法 我不知道浩隆斌 市府有官員來所會 對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好 你還要說 當然檢查我的問 你說浩隆斌 市府的哪一位 前來所會 你記得跟發生的名字 好 來 他說到了柯市府也是一樣 有位官員 透過一位律師來所會 這兩個人 一個官員 一個律師 所以他也要說 這個官員是誰 當時來的律師是誰 這就是兩個人 跟在浩隆斌的一個 柯文就是他 一個點名 兩個 告訴他說 金華城農機率 成為政治人物 報復的手段 到底誰要報復他 可是這個聲明 怎麼看完 我覺得 我沒有看過人家報復 是這樣報復的 給你840% 要不要 你報復我 趕快來 撐死你 撐死你的概念 我覺得他已經跟柯文哲 綁在一起 他就告訴大家說 我沒有送柯文哲去 我沒有送 然後我這樣跟柯文哲 綁在一起 他就跟柯文哲綁在一起 所以你們很熟 你們很熟 所以前一陣子有淑慧才說 柯文哲是不是有去過 陶珠影院找我 我們怎麼聽到 再一陣子 回家 敬礼